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球玩三圈的小馬 行動臂力雜誌的活化石張宰 新年出國見便宜專家鴨子 到哪裡都熟的正港旅遊專家 曾沛英 光怪陸離年終旅遊大爆笑 現在小十米啊 張老師 如果在國內旅遊的話 要去哪裡玩玩玩家裡想 就以今年的狀況來講 今年的狀況 第一藥物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 尤其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出去第一件事情 住的地方要搞定 因為你如果說出去玩 玩得不開心 但是晚上住得愉快 那是很重要的 連睡都睡不好那就難過了 真的 對 再來這個塞車的問題 應該大家都一樣的答案 就是出去一定會上次 坦然面對 一定要戴尿袋 台北道三層 現在的行程應該滿熱門的 這段行程 台北道三層 是 那 你不要講 大家在過年的時候 去過什麼特別的地方 講出來讓觀眾聽一點 我大部分的時間 因為都是在國外 所以呢 回到台灣 過年一定都是在台灣 但是我有在國外過過 就是外國他們的新年 那他們通常都是 從聖誕節前面開始一直到 可能一到二號 到一月初這樣子 對 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那時候在美國讀書 然後跟幾個同學 我們一起飛到紐約 在實在廣場前面倒數 超棒的 騎死了 有什麼棒的 哪位 我們就很... 就是很有氣氛就對了 對啊 而且我們從中午十二點 就開始到那邊 七早八早就要去佔位子 真的啊 佔了十二個鐘頭 就從中午十二點 到晚上十二點 這等於是101跨年的時候 煙火秀一樣嘛 差不多 對啊 而且他們到最後啊 就是當然最後倒數的時候 是很刺激 然後我印象深刻是 我們前面有四個男女 我其實應該是三男一女吧 那就是有一對呢 是情侶沒有錯 然後就是五四三二一零 他都會跳起來 要離地嘛 就off the ground這樣子 然後就擁抱啊 親啊 幹嘛的 結果他那男朋友 就是太忘形了 你知道嗎 手就這樣跳起來 然後一個拐子就 然後女朋友臉上 整個我後面還沒過 因為我跟他爭後抱 然後那男朋友跟他朋友抱完 就要過來抱到女朋友 結果他一轉過台 然後很衰 然後我就看著這幕 又看著也很入神味道 所以他們是一人一好分手 就對了 這個年過得特別 開心 來 鄭小姐 好 謝謝 在過年期間 除了客人 其實有時候跟我們出去的話 客人都會說 那是過新年啊 他會想說 那這樣子我們要有一點 年節的氣氛 所以也經常就有一些 譬如說如果說在車上 如果客人有什麼樣的糾紛 當然我們都會很注意 希望他們不要有情緒上面 不好的狀況出現 因為過年啊 大過年 那麼還有就是客人 有很特別的要求就是說 不行啊 我們這是團圓啊 就算不認識的人團圓 我們還是要圓桌子啊 這樣我今年才會圓圓滿滿 所以有時候整個餐廳 你在西餐 根本都是 全部都是方桌 或四個人一桌 不行 他一定要做大圓桌 那你就要想盡辦法 找那個圓桌給他做 對 那就還滿累 所以說妳是屬於就是 帶團的嘛 對 帶團之間的話 那在過年帶團是有 比平常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過年帶團的話 除了要做圓桌之外 對 就是比較辛苦啦 因為餐廳的使用量比較大 那它的服務人員 不會相對的增多 那有時候我們要控制的時間 就是說我們早上的時間 跟中餐的時間 有時候會拉得很近 那拉得很近 客人會抱怨啊 譬如說你九點半吃完 十點半吃完 拉出來十一點半又吃 對啊 才吃飽了 那馬上又吃飯 那可能下一頓時間 又拉得很長 可是如果你又把它拉到晚一點的話 可能你的客人 又變成兩點鐘吃飯 所以這中間的話就是 技巧上面你要切磋得很好 因為真的很 有時候到餐廳的時候 真的人非常的忙 那服務生不夠的話 妳是不是自己 要跳下去當服務生 對啊 我們到那個時候 我們過年帶團 幾乎是不能吃飯 也睡得不太好 妳都跑哪裡 都有耶 東南亞 東北亞 然後大陸 然後歐美都有 對 所以妳是屬於一個 全方位的一個帶團而已 還好 對我們來說的話 就是沒有去過的 當然都盡可能 有沒有人過年去這個 什麼南極哪裡 過年 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那個應該是 個人的會比較多 像現在的話 歐洲的話 其實目前來說歐洲去 真的還滿划算的 可是因為歐元漲的關係 對 不然歐洲漲幅 其實目前來說是最小的 所以照妳這樣講 現在適合去美國囉 今年 今年每家很OK 每家很OK 對 每家很OK 每家位置很多 是嗎 位置很多 而且價錢不錯 真的 沒有...那也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可能是大家也關心選情啦 還有一些其他因素 像今年... 不是 妳過年出去一樣旅遊 又不是回來已經選完了 對啊 可是也會有一些 要過來過年的 回來的 美國特別多 回來過年的 對...這一段是... 對... 對... 然後今年的控制狀況是這樣子 那像日本跟韓國是因為 本來很多... 今年本來有很多飛機是... 包租機是要直航大陸的 結果現在都沒有 所以它會飛日韓線 所以會出現很多加班機 然後所以像北海道啦 韓國這些線路啊 價錢都很便宜 不是因為不景氣的關係啊 不是 因為它加班機 它的班機比較多 所以這樣講好 就是說今年大家如果說 在現在還沒有訂出國的機票的話 其實還有機會 你現在出去都已經算很便宜了 你現在看到的 如果有空位的價格的話 其實它已經便宜了 張宰 請問你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過年的提問我們大家知道一下 那個...當然我就... 不要再帶我去內蒙古找壯陽藥 那個是一個很激烈...對不對 因為早回來了嘛 不是嗎 對不對 現在還在那個嘛 那個...過年啊 其實是我們是做節目嘛 我們有一個責任就是要把那個 內地啊 各地的過年的那些景象 帶回來 在過年的時候播給大家看嘛 那像你看 我就前兩天 好耶 零下三十度 對 然後呢 我們那個東北呢 他特別為了我們說 我們現在是在拍過年的東西 那滿人啊 他就弄一桌那個過年的年菜 那個... 他過年的年菜就兩樣東西 一個叫火鍋 一個叫燉 燉...燉就不得了啦 這裡這個叫做那個什麼 笨雞燉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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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那個豆莢燉排骨 都是燉的東西 都是燉的 燉 不要笑 這很嚴重耶 我滿嚴肅的... 對啊 那再來就是德茉莉燉魚 德茉莉是誰 德茉莉呢 是他們那裡特有的一種 沒有靈的... 沒有靈的鯉魚 只有三道靈 背景一道 這個... 嘎吳窩一道 嘎吳窩一道 然後再來腹部一道 其他地方是光滑的 其他地方光滑的 而且一定要帶胡鬚 要用那個德茉莉來燉魚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個燉呢 就是那個... 純...叫一鍋粗啊 那一鍋粗是什麼 一鍋都很粗這樣 不是一鍋都很粗 就是... 因為東北你也知道 東北很寒冷嘛 他們呢 一年就一季 那一年一季 他的那個東西 大部分就那個土豆嘛 土豆就是我們的馬鈴薯 馬鈴薯 土豆 然後呢 一年也一季就這個稻米嘛 他就把那個夏天裡留下來的 那個南瓜 然後土豆 還有地瓜 什麼都燉在一塊 把一鍋粗 那再加一些東北... 東北特有的 就是他們一般的家常賽 但名字很特別啦 對 加一鍋粗 譬如說什麼 小姑娘燉大阿葛 什麼 真的有 這個有點色情耶 不是 東北有人喜歡吃辣的 辣椒就小姑娘 大阿葛就是黑肝腸 黑色的肝腸 燉在一起 亂味 那還是色情的感覺 你也會色情啊 小姑娘對大阿葛 我們四個人 一人推薦一個過年旅遊 你們覺得去最理想的地方 好不好 我覺得應該很特別的是 在瑞士吧 瑞士那個少女風上面 有坐的高山火車 那就很過癮 OK 對 那個真的很過癮 那是什麼樣的過癮呢 什麼樣的感覺 而且它是高山火車 它跟一般停地的火車 所以它風景是不一樣的 而且在那樣的海拔上面 我覺得過年你感覺有 特別的一種感覺吧 海拔有多高 要看你的那個區域 六億公園 看你去到哪裡好不好 可是前這個不是有新聞說 那個懶車掉下來是不是那裡 不是啦 不是啦 是吧 上禮峰 越是 奇奇哈爾 奇奇哈爾 掉下來 東運 今天東運在奇奇哈爾 是...不是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記者啊 對 掉一半啊 然後最後他隔壁抓不住 他就真的掉下去了 頭霜霉嘛 女主播掉下來了 不是 我們快過年了 我們不要講的悲劇 坐來就要小心 不過提到這個 我剛剛講到就是 有提到就是說 過年一些習俗 印度有一個村很特別 是 村 我們一般來說就是 過年不可以吵架 然後要笑怎麼樣... 他們是用 鐵樹尊 對 因為他們認為說 他們要用這樣 他們家家戶戶都要 哭得很嚴重 然後代表說時光流逝啊 真的啊 對...然後就是說 要珍惜光陰的那種感覺 可以放TAP嗎 因為你到那邊去 你也不可以笑 你要跟著哭啊 一定要真哭這樣子喔 對啊 很難弄耶 你幹嘛啊 不要HAPPY NEW YEAR 這個很特別... 這個很特別 他們就是感嘆那種 時光的流逝啊這樣子 我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我可以推薦 就是我之前去那個雲南的時候 他們有個地方叫做 盧姑虎 對 女兒國 對 女兒國 講到大陸後面的專家了 我給你看 那邊... 還講到胡太專家 風光很美 對啊 對 那邊... 男人很美 真的帥 男人很帥 所以在那邊講課程 就沒事了 沒事 不是 我們是講過年 對 那是帥氣美麗的事情 冷靜 兩位... 過年那邊有什麼特別的 那邊其實我覺得是去吃東西 也是吃東西 因為我覺得 中國人不外乎就是吃 那他那邊有一種 有一個料理特別的有名 叫做豬飆肉 豬飆肉 對 豬飆肉 我個人體驗過 味道相當有趣 其實他是一頭豬 他把內臟給挖出來 之後呢 手腳剁掉 是 幫起來 然後豬頭什麼東東都還留著 你就看到是一個豬頭 然後後面一大坨 瘋起來 對 然後裡面就塞滿了 香料跟鹽巴 一層一層煙 放著 年輕的話三五年 老的話十多年 每一年他們就是切一小塊下來 就一切二人這樣子 扒著吃 這麼苦啊 不會 過年大家就吃一塊肉 就這樣過年了 因為他們那邊以前就是苦 對 然後就是把那個拔起來 要不然就是當肉乾這樣子啃 要不然就是配一番心 你把我們過年大家去那邊可憐的 不... 這個一個叫我們去那個 皮樹村 一個叫我們去皮樹村 對 可憐肉 一塊肉 我們是怎麼跟觀眾講這個事情 那邊還有很多好玩的 找地方放學啊 還好... 老美... 繼續 那邊...他還有勾火晚會嘛 晚上就是可以跟大家拉拉手 天照要舞啊 那個挺好玩的 重點是後面晚會 那可不可以喝酒呢 那邊 喝得兇 是喔 都喝什麼酒呢 他們就是當地的那種 也是像小米酒 自己釀的 對 自己釀的 那有特色 重點是... 重點是那個勾火晚會之後 走灰 肢力打脫掉 對 那個結婚眼上如果那個... 他們是母系社會的 母系社會 他如果是說看上誰了 不是 不是有事 你看這把他講的那個 這就克成了 對 如果是說那個姑娘看喜歡你了 他會給你十個顏色 你晚上就直接可以到他家裡 他怎麼樣呢 但是是要女方主動對不對 女方會給他一個表示 那如果男生... 如果男生對女生... 這樣子 他們是摳摳手掌心 有摳手... 比如說跳舞的時候 他故意間隔在裡面 跟你摳手掌心 或是說弄個想信物給你 對 或弄個想信物 對 我是女的 我喜歡上你 對 男的也可以對女的表示 不行 只有女的對男的表示 對 男的的就是好像那個小蜜蜂 到處去採蜜蜜一樣 你就負責走婚就對了 那我們外來人也可以參加嗎 外來人他喜歡啊 因為... 因為這個... 為什麼他們的女孩子 或是男生漂亮 因為他們就是... 那邊是馬邦的路線嘛 馬邦路線 你比如說你是馬邦 你去那邊你就留下了種啦 所以有康巴的種 也有那個維族的種 很多種 人種貿易 所以摩手族的那個長相 特別漂亮 那我們結過婚了 不能去 小康可以去 小康 你這次就好不好 我也去走婚了 不是 先去印度撇樹村 再去雲南客飯村 對 小豬肉 對 然後就走婚了 然後留一個種族村 回來送婚這樣 我就走了好幾村 不是和西家帶眷去 對...也可以啦 就去... 看風景門 你們不要走村嘛 你們忍住嘛 對不對 像小康這種去走婚 如果東北人就是 這個男人...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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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拉就是很瀟灑 沙拉 這個男人沙拉 天啊 好...那那個小馬... 小馬告訴我們一個地方 沒有 今年要去北海道 就是年...過年的時候 是... 那我那個行程是破冰之旅 要坐那個破冰船 然後還有跟那個雪孝犬 他們在那個時候有比賽 雪孝犬比賽 然後還有一個是說 體驗一下就是說 他們有在那個帳篷底下 就冰天雪地底下 冰殼上面 然後搭帳篷 他幫你挖一個洞 你就可以在那邊釣魚了 那個我做過 對 然後現釣魚 好像就可以料理來吃 請問一下 今年是清典哪一位女子陪你前往 還沒找到 所以目前還是跟朋友去 還是跟朋友去 來 真的... 還是跟朋友去... 是不是啊 還是跟朋友去啦 真的啦 性別是女的嘛 對... 還是跟朋友去 希望你玩得愉快 不過那個釣魚那個滿有趣 那個時候我去那時候也是 它那個整個湖都凍結 然後你還要自己拿那個鑽的 有沒有 鑽一個洞 然後就弄個小板凳就在那邊 然後釣在魚都不大 小小的這樣 然後呢 滿有趣的就吃啊 嗑啊 然後嗑完就很冷啊 我們剛才都聊到就是說 這個特別的經驗嘛 大概過年都是很快樂 但是有沒有遇到什麼 比較慘痛的經驗 就是我們就很快樂 來過個年結果很慘地回去 很慘地回去啊 在過年期間的時候 就是比較怕生病吧 因為你醫院很難找啊 然後狀況會就是比較難處理啦 對... 而且大過年的很多地方 其實都放假 你在聯絡上面的話 就是尤其是在國外生病的話 那真的很辛苦 對 如果又要趕行程的話 那就真的很辛苦 真的感冒什麼的 我天啊 胃痛很慘 牙痛 還有就是塞車之外 你爬手跟騙子 這時候特別多 因為大家都穿新衣戴新帽 錢都很高興都戴在身上的 對不對 賭博也很多啊 在車上可能也會賭啊 不一定要到賭場才會賭啊 那這個換錢也要很小心 旅行不管去哪裡 就是出門盡量樸素啦 那個時候也沒辦法樸素啦 新年大家一定都會 把新衣拿出來穿 應該都會這樣子 但是我們不會啊 我們就是盡量樸素啊 像我們去海島 穿得比爛的 我這個T恤幾年了 十六年了 還在穿已經破了 我們都這樣 拖鞋爛的 褲子爛的 其實真的過年出門在外 真的不要太招搖 對不對 因為以前有很多案例太招搖 結果好像就滿慘的 有些人都甚至回不來耶 不是啦 這個要奉勸很多台灣人 就是說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他們都會在國外嘛 有的時候我們 大家都台灣人 有時候我會說 那個我最近一百塊美金 我出門我都只帶一百塊美金 因為沒什麼好用 一百塊給你換一下 好 我的天啊 那個皮包打來的美金這麼厚 對 那個臉盲變形 我就... 不...去車上換 所以說大家那個錢 真的不要帶那麼多 因為你也花不了那麼多 對... 花多少 帶多少 其他盡量藏起來 而且你跟團有導遊會處理嘛 大家又有信用卡 對... 大家小心導遊 導遊逃走 我就想到那時候 我不是說我們去那個 紐約跨年嗎 然後我們那天晚上回到家 因為坐捷運回來 都已經超過快三點了 那第二天早上我們開電視的時候 才發現 因為我們是住在Flusher 那邊就是小台北 嗯 那很多就是台灣人 在什麼過年啊 怎麼樣的 然後第二天早上反正開新聞 就發現說 他講的一個地址 我們隔壁巷子 就有人被嚇死 哎呀 就是剛好 譬如說爺爺奶奶家在這邊 然後爸爸媽媽住這邊 就帶孩子一起去拜年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小孩子可能在外面 往旁邊炮之類的 然後反正就是被黑人搶了 哎呀 對啊 所以... 對啊 他們就是為了錢嘛 所以過年 他們其實外國人也知道 華人過年是這樣的 華人農曆年 一定會殺人滅口 而且其實也不是過年啦 只要是觀光特別多的時候 就是他們上班的時間了嘛 對 就是爬手上班的時間 他們的... 爬手忘記 業績時間 對啊 所以真的要注意啦 那這樣講起來 大家過年還是不要出去好了 對 沒有要小心啦 不要分開放 就是大家要小心 尤其是你的手上的那些什麼 小包包啊 你的照相機啊 你的攝影機啊 尤其手錶不要戴太好的 其實你只要背一個照相機 你覺得你在路上逛街 你會背一個照相機嗎 那個通常都是觀光客才會做 一看就知道是觀光客 是... 即使你到大陸去 你一看就是被人家一看 你就是觀光客 對 你可以很感覺它就是觀光客 所以以後大家出國照相 要戴針孔的 你打照 你照... 照... 哪也不了我們 風景不錯 我照一下... 等一下... 走... 間諜啊 好不好 冷靜 來 你跟其他... 張老師... 來 趙老師... 怎麼慘痛得過去 不是慘痛 剛剛我是聽到那個... 他說過年... 過年的時候 那個全家的... 全家的 我是覺得那個北方的 那個蒙古族的 過年你們可以 就全家去體驗一下 因為呢 他後面就是那個黃金綿羊 黃金羊或黃金熔羊 他看你全家 他就會呢 做一個烤全羊給你 對啊 不用錢啊 當然要錢 當然要錢 要錢 他熱情招待你 遠方的客來我這邊 過了這個年了 你也把福氣留給他們 所以他烤全羊 烤全羊 尤其他那個烤全羊呢 跟你一般的理解的烤全羊 是不一樣的 是 內蒙人的烤全羊啊 他是一隻羊 抱到你面前給你看 直接看 看完了之後呢 因為他們這個腰間 都扁一個那個 類似保安小刀啊 不是 大陸說有名的都是保安刀 小刀 他呢就兩三下 這個頭就卸下來了 對... 踢足一下就卸下來了 對... 當作你的命 對... 然後就丟到火坑裡 沒有... 接下來之後 當然就會把內臟都掏掉了嘛 對 內臟掏掉之後呢 他就用他那個小刀 在那個肚子裡頭就 隔絲窩啊 肋排啊 當場 這個葉窩啊 當場 開始這樣子畫... 在裡面畫 外面還像一隻羊嘛 對不對 只是頭沒有 蹄子沒有 他畫完了之後 他燒好的那個黑石 已經燒到快紅了 塞進去 他直接夾子就塞...火鉗啊 就塞進去 塞在那個窩窩裡頭 然後呢 這個五個口都用鐵絲綁牢了 綁牢了之後 然後呢 就一個那個縮縮素的火 就直接烤啦 都是帶毛的喔 裡面不是熱脹了嗎 外面又這樣子烤 那個毛一直刮... 刮到金黃色的上蜂蜜 上蜂蜜... 上蜂蜜上到... 整個那個... 像一個氣球一樣 脹開來之後 不會飛 像氣球這樣 對...他要再把那個頭一解開 然後就整個放在大盤子 送到你全家 這樣吃一隻烤全羊 大概要多少錢 吃一隻烤全羊 那邊差不多五百塊人民幣 兩千塊 那也算... 滿便宜啊 對啊 滿便宜啊 這應該是不完 那吃烤全羊 那對他來講 是非常高的利潤 對 我知道 但是我擔心那個 在塞那個熱石頭的時候 我老婆已經昏倒了 對 會有一點點血腥嘛 而且他們是把羊頭 給最重要的那個客人 客人 對 他送給你 你要吃喔 你真的要吃那個羊頭 一定要吃羊眼睛 羊腦 羊眼睛 對 羊眼圈帶回去自己用 羊頭是... 它有幾個那個順序啦 最重要的是...不是 它這個...這一塊肉 對 脖子這一塊肉 它每個人都要分到 再小塊每個人都要分到 它有典故嗎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這兩塊肉 以前是陳吉思汗 他們馬背上的那兩塊肉 你應該有聽過那個打蛋牛肉吧 打蛋牛肉 陳吉思汗 我今天告訴你 我明天到你家的城門匈牙利 他明天就到 為什麼 因為那個老馬仕途 他的馬會跑 人在上面睡覺 如果到了城門要攻擊了 那個馬就快馬加鞭 牛肉直接放在馬這裡 馬這裡 那一熱了就...割了就吃邊幹 你知道吧 那叫打蛋牛肉 那所以他們對於這個 這兩塊肉 羊的 馬的 牛的 這兩塊肉 他們是最好的兩塊肉 有這個點過 有這個打蛋牛肉 很精采 打蛋牛肉 那那個滑蛋牛肉是怎麼回事 打蛋牛肉 那那個廣東內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一顆蛋 那牛肉和在一起 南方的我就建議去那個越南 越南西貢 西貢啊 對 為什麼你知道吧 西貢 因為胡志明市嘛 對... 胡志明市 對 胡志明市 對 胡志明市 沒錯 因為那個我們大部分都是什麼 要普及島啦 巴厘島啦 什麼 我為什麼說西貢 西貢出來右邊 靠海邊那個番茄 鴨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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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個美軍的基地 以前是美軍的基地 你知道美軍最會享受的 他選的海灘是最美的海灘 對... 你可以偷偷偷偷偷去這個 盧基尼小姐很多 然後呢 你說有那個Villa 他們現在也現代化啦 Villa也有啦 是 海產也是吃不完的啊 當然 尤其他們的那個接駁小船 大船在外頭 那個叫做什麼 叫通 通 那個通啊 就是一個 用那個竹子編得像一個 那個歐夫肉那個 哪個通 交通的通啊 就一個蛹啦 一個蛹 叫通 他們越南話叫通 通 你就可以在那個通上面 邊晃著邊在那釣魚 釣魚 那我看過 越南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夏龍灣也不錯 夏龍灣是比較不錯 夏龍灣它也有海上石林 也是滿好的景點 但是夏龍灣 飯店也蓋得不錯 夏龍灣費用高 是喔 對 建議的 我現在講的番茄牙莊 是沒有比較少人知道的 來 鴨子 鴨子你到越南 為什麼要跟人家打架 我沒有到越南跟人家打架 我是在明尼蘇達州讀書 然後那邊其實以前 美國他們那時候打越戰的時候 還有很多的越南難民 他們其實會分送到 譬如說像邁阿密啦 或是在明尼蘇達 很多 那我的學校雖然是在一個 很不起眼的小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會進城玩的嘛 那反正就是過年 就是聖誕節前夕 我回同學家住 那我同學就說 走啊 我們幾個女生 我們一起去跳舞 因為那時候 我剛才二十一歲 所以 可以喝酒啦 然後我那個 美國室友他才二十歲而已 他說那你去幫我買酒 那我們就在裡面 就這樣跳啊 喝酒有點圍茫就對了 那他們兩個人呢 就是 怎麼講 去 我同學他們就是 先上樓上去找其他朋友 對 我就在那邊晃晃 然後反正就發現說 有一個男生 他就過來跟我講話 要邀我跳舞 然後我就 說不好意思 我跟我朋友在玩 就沒有理他 就說那也許下一次 可能下一次這樣子 結果 那男生也就很火大 他就跑去旁邊 跟他那些越南朋友講 那我就跟著我的台灣同學 他送去找我那美國室友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一堵人 十幾二十個 在那樓梯邊要堵我們 你知道嗎 就那邊一直罵髒話 越南的髒話 什麼一大堆的這樣子 然後 我也沒有講什麼 後來我耳語聽到他們說 那女生以為我搶他男朋友 之類的 那你那時候是不是轉身 把那個啤酒瓶 我沒有 我輸了 我就真的直接走上去 我就 Excuse me 就這樣子上樓去 太恐怖了 那妳現在講出這一段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越南人以後 我們也是... 其實越南人真的不要惹耶 真的嗎 真的很恐怖 看什麼地方啦 對 還有德州的越南人也很恐怖 所以說過年不太適合去越南 就對了 沒有 過年可以去越南 那越南哪裡呢 越南當地人 其實人都很好 對 那種是在國外的越南人 你要小心 對...國外的越南幫 要很小心 可是我覺得越南很好玩啊 對啊 只是越南我發現 我不知道張大哥知不知道 就是越南他們有一個習慣 因為他們才是共產國家 是 他們其實管制外國人 還管得滿嚴的 只是你不會感覺到 那他們的飯店 就是有不成文規定 好像就是說 某一些等級以上的飯店 越南人是不可以進去裡面的 他就覺得你是要去脈醇 陳文那時候去的時候有... 還好 那時候我沒有感覺到是 有什麼不能... 飯店不能讓越南人進來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的是影展嘛 對啊 當然有很多 當地的接待的啊 所以你帶了很多的進房間 當地越南招待的人員嘛 他們帶我們進房間 對不對 他們還這樣子啊 還這樣子做到這種招待啊 沒有什麼心虛啊 帶你進房間 不是 我... 我帶人家進房間是帶... 有一年是要到湖南 然後我從廣州要坐火車 我想說搭那個軟運鋪 然後來坐火車 坐火車的旅程 但是過年前去了 但是那次的景象實在太誇張 廣州火車站前面的整個廣場 塞滿人數 我覺得是不知道幾萬人在那邊 從中國各個省份的不同的人 都要回他的家鄉去 所以你沿途上面 因為他們在等火車票 那火車班次又不多 所以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家當 很多人是到外地打工的嘛 帶著自己的家當 那我們到了現場的時候 一看就想傻眼怎麼辦 因為我們也沒有買到車票 那後來是他們有公安賣我們的 黃牛票 是真的票 還有尾票喔 然後呢 在那邊買的時候很好笑 就是你經過所有的人群當中 有看到各式各樣中國人 不同的臉孔 各個省份都有 但是因為每個人都在交談 所以你中間你聽到 你可以聽到 山東話 我跟你講 然後隔壁就說 然後就中間還有家當米南語 這哪裡 就是很多國家不同的 不是 一個國家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然後有些人是很可憐 我問他說 你們在那邊等多久 一個禮拜 為了等車票 他們要回家 他們可能是住新疆 住在那個比較北部的地方 陝西或者哪裡 然後那次是我覺得很誇張 但是我們是因為背包客 那時候是 我的朋友因為有經驗 他要帶我去湖南玩 然後呢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你看公安 公安都會在那邊走來走去的 然後你跟公安講說 我們是台灣來的 公安就會直接帶你去 買票 買票 直接上車 直接上車 這是取巧啦 但是你上車的時候 心情實在是不太好 因為一堆人要等著返家 我們只是去玩而已 然後我們就順利上車了 要不然的話 應該也是一個禮拜拍不到 那個上火車可是精彩 那個閘門一開 大家是拚了命 對... 打衝 覺得這個地方是不是打仗了 還是在逃難的時候 因為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過年反正只要是 各大火車站 都擠滿返鄉的人 那個返鄉的人太多了 就現在 其實就是現在 現在有的人已經開始走火車 現在在那排買票 人山人海 尤其是你不能夠 尤其之後 因為接近明天就過年了 有人買不到票 就是說 不是 你們剛剛講的 都是大車嘛 還有一種小車 那個就很好笑了 就是那個黃牛票 它是怎麼樣 你比如說你現在是在徐州 徐州在江蘇 蘇北也是一個大戰 那你家如果是住在安徽 它直接摩托車把你載回家 我天啊 真的假的 騎摩托車 黃牛票 在東北一點 要往南方 可以騎鼓南下 就是跨省份 從江蘇騎摩托車到安徽去 驚遠了 對 就是說明天就要過年了 這摩托車負責幫你騎了 就幫你騎了 為了賺這個錢 兩個騎了一起睡 一起躲 到家年珠山了吧 這就是他們 他們就連夜這樣趕啊 就這樣子 他是要去演四郎探母 不是 你就知道 那個他們就是黃金洲五一 黃金洲 過年嘛 中秋嘛 這幾個那個大的集團 他們那個 他們就是全 十三億人口在那裡 在流動 流動 對 相當恐怖 其實台灣也是誇張啊 台灣你說初二回娘家 不知道哪一年 是因為韓碧樓蓋了 然後我跟我朋友講 這次來個國內旅遊 韓碧樓先闖一下 見吳山世界 再殺荷歡山去看看雪 結果呢 初二一結束之後 我們就真的上路了 那真的是很慘的那幾天 幾乎都帶來... 在車上 在車上算了 你剛剛講說 有人在過年的時候 出國會賭博對不對 我們也在賭 但不在車上賭 我們是下車在後車廂 後車廂蓋子上面 還跟不同的人一起來插 因為車子連動都不會動 直接在後車廂後面 撲卡板就開始分了 對啊 大家下來 然後女孩子比較辛苦 因為憋尿 她沒有地方上廁所嘛 男生可以隨便稍微避霉 對 然後荷歡山上去之後 我才發覺說 原來荷歡山長這個樣子 然後地上都是那個黑色的血印啊 然後雪也不是很漂亮 太髒了 對 然後觀光為了要上去 那個荷歡山的頂 就花不到幾個小時 好像七八個小時上去 下來也是一樣 根本下不來 可是還有一些人 逆向操作啊 大過年的就在 留在都市裡玩 那好玩 最愛過年的台北市 開心 故意挑怒塞車的時間 開車出去 對 沒有人 沒有人 那幾天很開心的感覺 對 怎麼會有罰單 那路邊停車隨便 停兩位 真假中正點 那關於這個 趕不趕得上交通工具 雖然我們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 飛機 導遊 你們有趕不到飛機的嗎 有啊 天啊 那你就攔緊車吧 請問一下 如果說譬如說跟團 這一團趕不上飛機 接下來怎麼辦 這一團 你說整團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對 那就協調 下一班 可是一班 如果是同樣 就是同一個航空公司 看他有沒有下一班 他沒有下一班 要聯絡他行 然後來請求協助 不然的話這個很恐怖 因為後面全部會延遲 你看飯店 如果你像 剛剛小馬講的 他訂了韓碧樓 那麼貴的韓碧樓 他都是 結果都塞在路上 真的很可惜 那你有沒有這種經驗呢 可能會被罵 罰昏掉 你有這種經驗嗎 有被罵過 沒有 我們要控制 但如果是交通意外的話 造成的塞車 有 就景點禁止掉 那這沒有辦法 那會賠錢嗎 賠錢給這個團員嗎 這個是天災 沒有辦法 不賠錢 沒辦法 那是人禍吧 這是天災 可是不是我們車禍 不是他們的原因 是前面車禍嘛 不是我們的原因嘛 那這沒有辦法的事情 這樣子喔 那如果說是拋錨 那趕快要找另外一部車來塞車 對 所以反正就是過年塞車 就像女生是最辛苦的 那如果你在下雪的地方 你就只能用雨傘 或用雨衣 對啦 趕快 遮一下這樣子 對...要不然你真的沒辦法 那地方... 對啊 下雪的地方 小便好像百香果冰喔 等一下... 你男生... 對不起 你男生是不太方便啦 對... 好幾根冰柱就在那裡 陪下去北海道已經可以試試看 OK 如果你尤其好遇到前幾天大學 那個學會大概一個人高 很過癮 往下跳 很爽 我很急 往下跳 就是跳下去會整個人陷下去 OK... 過癮 好不好 但是先問一下 那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那個 你剛剛說的百香果冰 對... 就是說你不要有下面 下面有什麼台階什麼 你往下跳 不行... 過來聊聊過年最瘋狂的玩法 過年最瘋狂喔 玩過什麼 我過年最瘋狂 其實我比較少過年出國講真的 小時候去日本 然後大的時候還是選擇日本 那去年是因為要去學那個 雪板 那本來是跟我的朋友就是講說 我們這次玩健康的運動 我們去學樣運動回來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我們幾個人在飛機上 就已經忍不住就開始喝 就開始喝酒喝喝 結果那五天失業的行程 好像也沒有清洗過 但是我們真的有去滑雪 然後我那個partner是范逸誠 范逸誠 我們兩個學滑雪 那第一次玩不會啊 你就要硬撐嘛 硬撐 但是又喝了酒 那你痠也不會痛 我們就玩了一整天 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是 我六點多就起來了 然後我眼睛張開的時候 我就頭轉過去看他的隔壁床 我也想說他還在睡 不要叫他 結果隔了幾個小時 我想說不對啊 九點半了我要吃早餐 早上就已經要過 我就還是叫我說 小燈你起床了沒 他說我早就起來了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叫我 他說我以為你在睡 我說那現在怎麼樣 他說我可不可以 你幫我一件事情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你可不可以起來 幫我從床上拉起來 我說我也這樣 怎麼跟你講 兩邊邊躺在床上 起都起不來 但是... 對 那是我覺得中間一個趣事 但是從頭到尾呢 我們是一到了日本的時候 到東京的時候 不去先去Check in Hotel 直接先找聚酒屋 行李拉著就開始一直喝 反正那五天世界就是 瘋狂的亂喝酒 就亂喝酒 我是覺得滿High的啦 就過程當中 過程當中很High 瘋狂 就是一直喝啊 一直喝 但是不會很醉 但是就是... 喝... 應該滿醉的吧 滿醉的 因為是醉到 我們去兩個人唱KTV嘛 那那個日本的KTV包廂 非常小 它是很小 不像台語什麼前叉都很大 他們KTV是小小一間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點歌 然後兩個人喝醉 醉到兩個人起來 有意識的時候 是在別人的包廂裡面 然後全都一票日本人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把我們拉去喝 然後別人唱...很開心 因為隔壁包廂是他們的 同事的聚會 但是有年輕人 然後我們兩個是 可能是走錯包廂還幹嘛 也不知道 反正什麼事情都很荒唐就對了 荒唐走板 然後直到回到飯店 第一天早上起來 我們還在想說 昨天為什麼我們會去 那間包廂裡面 也打不出來 為什麼也完全不知道 但玩得滿開心的 喝了酒的人 都很容易交朋友 那可是你們第二天 喝了酒以後 屁股會不會痛 沒有啦 女生比較多... 對喔 我想說...對 昨天那個假酒 屁股會痛 沒有 就完蛋 對 假酒 你有什麼過年瘋狂的事情 我其實還有我覺得 我個人還滿中規中矩的 但是最瘋狂的一次 是在德州 也是在Houston 然後Houston他們有個 那邊就是很多的夜店 一整條街都是夜店 那那天也是在那邊 倒數新年嘛 那我印象深刻是 美國他們的夜店 都是開到凌晨兩點而已 兩點以後一定關門 而且是警察會來 請每一家茶 都要開燈 然後我們就走啦 那因為是新年 所以就會有After Party 那反正 大家差不多是三點的時候 又再回到同一家Club裡面 但是三點以後 放的音樂就不一樣了 裡面賣的酒也都不一樣了 可能原本說 像我們台灣那種Shot Glass 我們那種Shot杯 這樣子 對不對 他們不是 他們是那種塑膠杯 而且一個Shot是半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搭桿 那我前面 因為我是沒有酒量 但是我有酒膽的人 我又禁不起人家擠我 那我們幾個朋友 都是男生啊 在來喝啊 怎樣 那麼炫啊 台灣來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反正就被他們灌 灌亂七八糟 後來還好 因為大家都是好朋友 而且還有幾個是Gay 所以也沒有時間 所以屁股也不會痛 還好 謝謝 沒有喝到假酒 對 對 很驚慘 喝了一場無聊的酒 對啊 過年的瘋狂 應該都是喝醉比較多 就是一直亂喝醉發生的事 對啊 那這個美麗的導遊 有喝過假酒 過年啦 過年是我們最忙的時候啊 最忙喔 對... 有沒有團員來跟你敲門 會請他們會啦 會對不對 就生病啦 然後譬如說 遇到狀況的 屁股痛就用了 對... 老佑我要檢查身體 不過現在北京的話要小心了 因為現在北京奧運的關係 所以他們對於那個 滿村的部分他抓得很緊 對... 我們有一個同行 他是有遇到這樣的客人 所以只有找妳 都會找我們 然後我們會找Loco來幫助 對啊 因為怕被刷吧 看導遊是不是比較有 沒有...有時候他們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怎麼樣要小心 就是注意安全部分嘛 是... 那他可能自己在外面亂找 然後可能就是被設局吧 對... 現在是直接關喔 你有處理過這種 類似的案件嗎 有 可是到最後不是我處理 到最後都是Loco處理 對... 因為他一定... 他們會有糾紛說 有 沒有... 那這個我們又不是在線上 都知道 就轉籤他自然交給人家去處理 你剛剛說現在是直接關 是怎麼樣是直接關的 先剪掉就關起來 就是... 沒有啦 現在只要有證據 就是他證明你是在做這樣的交易的話 對... 不是金額的問題喔 真的 所以去K房唱唱歌OK啦 可是最好還是不要亂找 因為你再怎麼樣 你唱歌都不行 就不行 他愛怎麼講怎麼講啊 對不對 以前是你們兩個不認識的人 我給你問時間 然後他就把你大概問 他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答不出來 那你們一定肯定在做這個事情 完了 對 有這樣子一個設局的方式 很多啦 要小心 那以前內地是真的抓到 有蓋瓢蟲子 有啊 陰蟲 真的有蓋啊 真的有蓋 對 然後你回來就要換護照 客人就覺得很丟臉啦 回來趕快換護照 真的有蓋 要幫他加個火 因為你進來海關都看得到 陰火蟲 對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他怎麼辦 很好笑喔 但是還是那個銀字不是嗎 對啊 可是沒辦法 就是我們在講說 那怎麼辦呢 媽呀 對啊 這個滿好玩的 還有啊 這種東西很多啊 像以前像... 譬如說在越南的時候 越南也... 就是飯店旁邊就是 就兩個女生都沒有穿衣服 叫你下來一起玩水這樣子 玩水 對啊 就是叫你來 好像鬼喔 沒有... 然後等你真的偷光下來的時候 你的護照的時候 那些錢都在裡面 對... 有一次不知道幹什麼旅遊節目 他們是一個觀光海灘 然後就很多那個姑娘 穿那全身的衣服 然後帶一個斗笠喔 在海的大概這邊 然後跟岸上的男生招手 下來 就他陪你游泳 對啊 就當你脫衣服的時候 對 你就可以怎麼樣了 他會帶那個村姑的斗笠 你知道 在岸上這樣招手 越南啊 我不知道是哪個國家 我看一個旅遊節目 對啊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色情陷阱 我覺得任何國家都有 他越南人家很厲害 他會打電話到你房間啊 對 他會打給你啊 所以還是自己帶去 對 一直打... 一種行業 陪游泳 要小心 真聰明喔 對啊 反正這種事情 偷襲摸摸的事情 盡量不要做 對... 做的倒楣就怪自己了好不好 對啊 張老師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現在... 還可以 還可以 什麼事要跟我們大家聊一下 過年最瘋狂 有一次外景 過年最瘋狂 好像一個節目 對啊 在那個東北嫩江上 女車手跟你開那個 看你要甩尾飄移 他都可以弄 你也可以弄 你也可以弄 對 因為那個都完全... 因為他那個賽車 他們那個在冰上面開的那個車 那個輪胎 跟我們一般的 南方沒看過的 對 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膠的孔特別的細 是 他一壓下去那個血 他都可以寒著這樣 所以那個飄移甩尾 都可以在嫩江上 所以你在過年的時候 就跟那個女車手兩個 看誰出事 來 沒出事該我這樣就對了 OK 很多人玩啊 對... 那只有北方才有這種玩法 因為沒出事就表示 今天運氣特別好 對...表示厲害 那出事就把壞運也帶走了 多好 這就好比那個小康講的 他在過年在台北沒車嘛 他們的過年就是整個嫩江 是平的讓你開嘛 對啊 就等於譬如說我們去普吉島 找一個海灘騎水上摩托車 意思是一樣 隨便你飆 收點小錢這樣 對... 那那個... 整個就是車子打轉怎麼樣 都沒事 都沒事 阿姨啊 他會教你怎麼了 滿好玩的 其實現在真的快過年 大家都有很多旅遊的計畫 那我們也預祝各位在過年期間 那個玩得快快樂樂 然後平平安安的 然後過完年回來呢 好好工作 賺拿錢 數錢數不完好不好 怎麼樣 你也祝福人家兩句 不是 你這樣... 我們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請假 不管選擇要去哪一種景點 但是呢最重要規定 最重要的還是要注意安全 然後不要這個... 還是在過年玩的時候呢 還是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 這臭嘴 說人家什麼 樂極深悲 得意忘 有的人就是問一下 太開心了 真的要忘記一下很多事情 過年前你們講點幸福快樂的話 那就算這個... 我如果出去玩呢 有什麼意外 算不倒楣 沒有 開開玩笑... 但是還是要注意安全啦 最重要 來 過年是休假 不要休一個假回來更累 真的 然後上班沒有精神 這就不好了 真的 好不好 今天謝謝各位參加國王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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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